近代寿季 可以推述到很久之前 我们过去看到红衣法师的讲演集 他当年在厦门南普陀寺 关于戒律这方面讲了不少 我记得他曾经说过 现代寿季只是形式 换一句话说 因为五戒都是说于形式 你能不能真正得戒呢 大有问题 如果说到比丘戒比丘尼戒 那红衣大师 不是红衣大师 偶叶大师讲得清楚了 在明朝末年 偶叶大师告诉我们 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世尊在戒经里面跟我们说过 比丘戒比丘尼戒最低限度 要有五个真正比丘传戒 你才能得及 南宋以后就没有了 那么换一句话说 依照偶叶大师的说法 南宋以后的出家人 都叫明治比丘 换一句话说 受的是形式上的戒 实质上的不能得及